这条关于Approximation and Error的题目 将整数N runoff到两个有效数字之后 Approximated Value就是750 以下哪句一定对 A.C.4 我们续续续续 N最大会是749 这是OptionA 我们研究一下 N runoff到两个是750 最重要是754 因为4写5有 即是4都可以不尽位 可以run到750 所以N这个数最大就是754 就突然不是749 接着A就不正确 B就说N最小就是740 来想想一下 因为现在的数字 run到两个息笔后 要变成750 所以刚刚能够尽位的个位数 就要是5 745就是N的最小值 再小一个可以不可以呢 744就不可以了 因为744就会runoff 两个息笔后变成740 只有745开始 它经过runoff到两个息笔 才会变成750 所以N最小是745 也就是说 BOY这句是正确的 当然我们看看C和DOT 也学多一些东西 C这句就说 如果把数N correct to 1的息笔 就会出到800 那未必是对的 为什么呢 试试想一下 如果N是745才算 就像刚才OptionB 所说的N最小的可能性 当N是745的时候 你去run到一息笔的时候 就只剩下700 因为4不会进位 所以C这句其实不对 N是有机会run到它剩下700 D就说 N如果correct to the nearest thousand 就有机会是0 那也不对 为什么呢 我们又拿回N是745 它是Round to the nearest thousand 最接近的千位 就在千位之前的八位 100位 是7 就是可以进位 所以会进到一千 因此DOT这句就不正确 有机会 是5分钟 可能是5分钟 都是7分钟 也是5分钟 就是7分钟